出国不上的电,电池有大大小小,但是电是一样 起源满,一天一夜,变成两天两夜 经常受戒,变成成为你的生命 慈悲智慧的誓愿成为我们的电力,甚甚是是 所以所有众生 我弟子海涛众等 当愿,现世累劫,父母主现 冤亲在主,一切友情 六道众生,同伐 愿成佛之无上菩提心 受此八观灾戒 归佛,归法,归身 一日一夜 乃至发愿受戒期间 为进行优婆社 虽然我们现在念优婆社 诸天人,诸阿修罗 所有友情 第二轨道,出身道 运行在主 愿大家都一起得到 归宜,乃至受戒的功德 乃至我们为他们而受 为进行优婆社,有果仪 如来,至真 等正觉 是我,是尊 拜 众生等业障消除 恢复情景 各位,三宝力量不可思议啊 我们全然的归宜啊 你就得到全然的加持 不可思议 碰到任何烦恼痛苦的事情 赶快转念 一起念佛,保持念佛 就是这个意思 回归三宝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斤斤计较 说痛苦难 没办法的 身体可以痛苦 但心里要仇怨 因为心 是快乐自在 光明自在 心是在尽住的 身体承担众生的痛苦 可以的 第二边 我 自身 持身 一切众生等 当愿 父母有情 受苦众生 同伐无上菩提心 受此三规八戒 归佛 归乏 归身 以日夜 或受戒期间 为 进行 忧果仪 如来 至身 等正觉 是我 是尊 拜 头上游 诸佛菩萨 光明借机 像大太阳一样的 照着我们 第三边 最重要的 事实上我今天换了一个地方 故意的 故意的全面都是玻璃 在一个高楼上 能看到了整个的 世界 就是希望所有娑婆世界的众生 一起来 参加法会 一起来 归伤宝 归本师四项 下摩尼佛来受戒 最后 偶尔你要跑到你家的屋顶 看着虚空 看着世界 放下自己渺小的自我 我赚钱 我健康 我好 我不好 我儿子 我太太 我先生 放下这个 转念 进入虚空法界 进入诸佛菩萨的世界 他经常这样观想 第三遍最重要了 他讲真实的 用生命 闺蜜 本师四项目的 闺蜜师方诸佛 而来行持 我们身口意的 进化 圆满 我弟子 自身 持身 所有众生等 当愿 累结父母友情 六道众生 同伐无上菩提心 受此三规 五戒 八观在戒 愿圆满 菩萨 知 圆满菩萨境 归佛 归法 归生 一日一夜 乃至受戒期间 为 进行 一切众生等 如来 至尊等正觉 是我 世尊 八 众生等 同德 光明界体 就叫我们念 欧三美耶 撒托 唸三遍的时候 第一遍 所有众生消除恶业 恢复清静 第二遍 诸佛菩萨现前放光 第三遍 诸佛菩萨完全进入 所有众生 欧三美耶 撒托 然后他们都变成 诸佛菩萨的金刚 众生口义 一些恶鬼道第一道 动物道 都变成如此 人类都变成如此 而接受我们的供养 所以我们念三遍 希望大家 守三美耶界 三美耶界是一种四言界 如果你四言 为众生成佛 一切法都可修 所以我每次施死 连那些孤魂约会帝都让他们得到三美耶界的加持 那是真实的发起三美耶界的功德 如果我有三美耶界的力量 那各位就可以得到三美耶界的功德 那事实上 我有到日本去求售好几次 所谓 唐蜜 都蜜 的三美耶界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这个最圆满的四言界 所以我在念三遍 静未来记 静未来记 受持一切正法 普度所有众生 所以空海大师写了这一句三美耶界的愿力 各位都会背了 众生静 一切众生都离苦了 法界静 所有法界都变成静土了 涅槃静 都离苦成佛了 我愿静 我愿来静 永不退转 所以 日本人到现在 还把空海大师当作真实的存在的 早晚供养 所以各位去高野山 后你就看到这个情景 他们这种认真 中午端着便当 菜 真实要去供养 对他们来讲 永远存在 因为愿力 永远在的 空海 洪堂大师 再来 三规一 三结 也对三规一 永远的信心 不退传 我弟子海涛 当愿 父母众生 永不退转 无上菩提心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一日一夜 来自授戒期间 为进行 优婆色境 如来 至真 等正觉 是我 世尊 拜 我弟子 自身 慈身 众生 等 愿所有父母有情 同伐无上菩提心 永不退转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一日一夜 乃至授戒期间 为进行 优婆仪 如来至真 等正觉 是我 世尊 拜 各位没有听到音乐 那是颂藏大队 有人往生了 他们可能要去殡仪馆了 殿愿所有往生者 殡仪馆的 父母友情 通享功德 我弟子 自身 自身 持身 众生 等 当愿父母 众生 其所有往生者 同法 无上菩提心 永不退转 归一佛境 归一法境 归一身境 一日一夜 一日一夜 乃至授戒期间 为 进行众生等 如来至真 等正觉 世博 世尊 拜 所以 听到的都是有缘 看到的都是有缘 众生苦 但是我也想到 各位 我们一起到街上 带着本师释迦摩尼佛的佛像 乃至御佛的佛像 让那些有缘的众生来御佛 然后送他们结缘礼物 就像我小时候 很喜欢看七爷八爷 然后就会送 奖公鞭 对不对 远远的 中间一个圈 会好好吃哦 在车上一直丢 我们就一直呛 因为这样我们才会 我们是为了吃饼干 出来看的 因为这样就 跟这些神像结缘了 佛法还要用这种方法 现在有网络 年轻人 但是有些 能够亲自的 大家一起穿得很庄严的衣服 你看像西方人 哇 每个人穿得很庄严 各个不一样 大家都出来看 大家都见急解脱 好不好 好不好 在任何国家 任何地区 我们都去推动真理 但是真理在你身心里面 我们的心 就是慈悲 就是智慧 我们的身口意代表佛陀 代表观音菩萨 这是最重要的修行方法 你走到哪里 你就是道场 你就传播了真理 真理不是用嘴巴讲的 而是让别人感受 你会受到你的功德 那大家得到光明戒体 特别是愿成佛的光明戒体 八观再建戒体 现在我们了解戒相 诸善男子善女人 所有六道众生等 受三规一尽 各位已经得到光明戒体 再为各位宣说八戒 名相 戒相 以方便受辞 各称自己名 那后面这八条 他们分成九条 把一条分成两条都可以 那各位就要在斋戒期间 然后都要答能词 第一 如诸佛 尽行寿 乃至尽未来寄 不杀生去所谓 所以各位一日一夜 乃至受戒期间 绝不杀害任何生命 能词佛 能词 不但不杀生 我们要积极的劝人戒杀 吃素放生 而且我们积极的去救 各位你家有小花痕吗 那你可以救一百只蚯蚓 乃至各位旁边有一些水吗 河流 有些雾鱼 各位有窗户 做点烟供 撒点干露水 第二 如诸佛 尽行寿 乃至尽未来寄 绝不偷盗他人财物 所以各位一日一夜 乃至受戒期间 不偷盗 能词佛 能词 第三 如诸佛 尽行寿 不淫欲 今天 所八万灾戒 大家 断除 南里的 情欲 那这样呢 像阿罗汉的自在 所以当然 站在菩萨道 那各位做先生太太呢 绝对不要对不起对方 而且呢 能够灾戒 共同又守清静的灾戒 呃 过一个饭行 一日一夜 那更好了 所以各位一日一夜 或受戒期间 不淫欲 能词佛 能词 第四 如诸佛 尽行寿 不妄语 我们不但 不妄语 不恶恐 过两则批评 不齐 我们要念佛诵经词咒 确认学佛 所以各位一日一夜 或灾戒期间 不妄语 能词佛 能词 第五如诸佛 尽行寿 乃至尽未来尽 不喝酒 修行就要保持一颗 清净的心 圆满的悲心 都问你喝酒 抽烟